这是这几个月的 然后这边的一个工资表 这边你看一下 到时候没有问题的话 我看一下 这都是现在这个公司呢 是吧 对 来 首先摔一个几门 现在进来的 摔一个几门 打一波正能量好不好 打一波正能量好不好 现在下面大概现在还有多少人 十多二十个吧 十多二十个是吧 就是你在管理这个区域 是吧 对 你管理的底下有十多二十个是吧 现在还有 他们的工资都还没有还没有结是吧 对 我知道了 老板这边主要过来找你 就是你得把这个事情大概的确定一下 因为我这边确实拖不过去了 我知道了 那个这样子吗 小你 你看我这边我也刚刚回来 然后公司里面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 我先把这些事情调查清楚 之后呢 我不管怎么样 我他们的工资 我这边来 来那个 好吧 嗯 好 他们的工资就就我来我来负责 好吧 好 就是说大家的相互体调一下嘛 反正你们知道就是说 现在公司低的这个情况 然后二位哥也是非常感谢点赞 感谢点赞 直播间二千多个人来 咱们把这个点一下好不好 好不好 嗯 后续的话就会 二位哥就这边的话 我们也会把这事情撑得好好不好 嗯 那这样老板你也刚回来 然后你把事情搞清楚了 然后明天嘛 你给我个准时的答复吧 这肯定要尽快给人家处理 嗯 这样子吧 我明天 明天我把那几个股东叫来开个会吧 开个会之后 我再回复你吧 嗯 好 好 你先给员购卖说一下 嗯 你先把他们说一下 然后给他们讲一下 然后呢 呃 这二位哥刚回来嘛 反正 这公司也是 嗯 这几个月的时间 二位哥不在 可能就是公司里面出的状况 可能就是说里面的人到的鬼 然后这个事情会 我们会处理的 处理好的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不好 嗯 老板你先忙啊 这边就先啊 出去啊 你你放心啊 你放心现在我回来了 没事的 我会去处理的 好吧 好啊 嗯 明天这边我就我一个人来处理吧 你你你明天 你明天去一趟就是阿子他们上班那个公司 好吧 好的 然后把 那几个 那那那那那那两个管理层 不管是乘主安排得好 不管谁安排得好 你把他开除了 好吧 好 你就说阿伟哥叫我来的 叫他们两个直接直接 直接当时就开除 好吧 好 我知道了 说啥一个集门 我知道了啊 就说 刚才我也提出了 阿子他们那边 被开除了 但是没事啊 我这边我安排小阿过去 然后把他们两个开除了就可以了 因为我走不开 明天我得要开骨头大会 因为现在公司这边 出了很多问题 准备好就是你们你们知道的 所以我明天得要开骨头大会 把骨头所有 因为有 有 有那么一两个退股了 有那么一两个退股了 我在想 现在累鬼 是不是那两个在搞鬼 因为这边 这边的公司 现在财务 财务也出现问题了 知道吧 财务最近都没有来上班 也出现问题了 所以呢 我这边 明天要开个骨头大会 然后呢 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好才行 安子他们 刚才我知道了 因为我看到视频了 因为我今天忙了一天 也没有去看这些 肯定也是有人搞鬼的 不然我 来咱们打一包正能量好吧 直播也四千多个人 马上五千人了 咱们打一包正能量好不好 帅个姐妹 咱们给阿伟打一包正能量好吧 我也想把这些事情给大家 说清楚好吧 不然我不希望就是大家 有什么误会我 知道吧 打一包正能量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 阿子他们上班那个公司呢 我给他们安排好了的 包括我来的时候 我特意交代了 就是给管理人员交代了 就说把他们两个带好 毕竟楼崔来的姑娘 他们啥都不懂 把他们两个带好 结果我刚刚我我刚刚看到视频 肯定是有人搞鬼了的 而且那两个人是乘手安排过去的 过去做管理的 他们怕就是公司里面有什么事情 阿子他们会跟我说 他们怕这样子所以就 就就这样子搞了 刚刚我已经问你了 那两个人刚才半个月不到 他们不知道阿子他们拍了视频 知道吧 所以就就就就就就说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 直接开除了 没事啊 我这边的明天我安排小娃去找找的去那个公司 把那两个管理人员给开除了 我下来我自己安排管理的 然后阿子他们那边 我会打电话给他们 叫他们回来 因为我公司还有其他的公司 我另外还有公司呢 我叫他们来另外一个公司上班就可以了 好吧 大家不用去担心好吧 没事的啊 现在主要是我这边 我爸交代给我处理的这个公司 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这些问题要去明天要开鼓度大会 要去处理 没事的啊 这些都是小事情 咱们 勇敢的去面对就可以了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以前我是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 一直待在阿子他们老家那边 所以呢 现在我回来了 这些都是 不是什么大事 知道吧 我明天 直接现在可能太晚了啊 明天我给阿子他们打电话 叫他们回来 来我另外一个公司上班 就可以了 因为我我到时候叫他我叫人去接他们 还是怎么着 我安排他们到另外一个公司上班就行了 然后你走你明天早点去 行吧 那个阿子他们上班那个公司那里 那两个管理员 直接开除了 听到没有 嗯 直接让他们以后都不想让 不想看到他们了 在我公司有远消失 不管掉到另外一个公司去也不行 直接开除 好吧 好 大家放心 直播就摔个姐妹 来直播要4700多个人 马上5000人了 给阿伟打一包周能量 好吧 给阿伟打一包周能量 就 所有的是阿伟哥姐妹 那阿伟哥明天安排我的事情 我会去落实 会去处理好 你们不要担心好不好 小我会去处理好的 现在可能睡觉 现在阿子他们可能睡觉了 他们今天 不愿意记视频了 因为不愿意记卖了 然后那个 可能心情不好 刚刚打电话他没记 你打了吗 打了打了没有记 然后 没有记是吧 对 那明天再处理吧 对 可能明天了刷一个记卖 太晚了 可能今天 我我你把手机打开 我现在给他打打一下电话 看能不能打得通 来给我 我直接打电话吗 我直接打电话吗 我知道 我知道 卡一对吧 嗯 嗯 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这个号码怎么打不透呢 我记得是这个号码呀 我记得是这个号码呀 我无法寄托 唉 不行 肯定睡觉了 好 明天再处理吧 你跟阿姨打一个 你跟阿姨打一个 试一下看阿姨的 打的头目 打他微信视频 诶 诶 咱们打打一包就能量好吧 直播就摔给你们五千多个人 打一包就能量好吧 打一包就能量 你们放心啊 我会把这些事情给处理好的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以前是我在阿姨他们那边 所以呢 没有办法去处理我这些事情 现在我回来了 他们想搞我的 没有机吗 明天再说吧 我现在回来了啊 他们想搞我的 我会调查清楚的 我不会让他们这么随便搞我的 知道吧 肯定是有人在搞鬼 因为我爸 我爸安排 我去管理的这个公司呢 也有一两个人退股了 知道吧 所以现在财富这边也 就好几天都没有来上班了 肯定是有人在搞鬼 我会常清楚的 明天我开个股东大会 把位题全部放出来 我今天去见我爸了 我爸也给我给了给了我一些建议 今天我找我爸也聊了很久 今天我找我爸也聊了很久 然后他也给我给了我很多建议 所以呢我明天我知道怎么去弄 怎么去处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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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